估计很多人都认为 河北就是北京的护城河 小老地 存在感基地 最大的特色呢 就是没特色 因为除了流入火烧 确实拿不出其他东西 连自己的方言都没有 除了陈德人说出普通话 其他地方全然带旁边 而就算大家对河北有点影响 那可能也是 穷 污染严重 或者河北考生 再或者会好奇一个问题 河北的省会在哪 这些观念和现象确实存在 但真正的河北可不仅仅如此 就算抛开北京不说 河北的底蕴也非常深厚 而要说特色 哪个省敢说比河北有特色 那就是在看不起河北 它和大家想象中的很不一样 而且从古至今 都是一个神奇且复杂的北方大省 所以我们需要翻开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 来重新认识和了解一下河北 我们之前说过 在中原大地可以号令四方 但如果中原不够强 基本就会被其他地方拿下 然后遇到天下 而有三个地方 自古以来就是逐鹿中原的战略要定 关中江南和河北 我们看河北 东陵渤海 北部燕山西部太行山 南部直抵中原 当然以前是直抵黄河 朱元璋为了方便对抗北方游牧民族 于是把黄河和黄河北部的部分地区划到河南 如果敢造反 可以直接北上打包你 如果打不过 可以退到黄河以南 敌人也过不来 虽然之后首都搬到了河北 但黄河灾害严重 百姓名不了声 想了想啊 还是留给河南和山东吧 于是 如今河南河北的分界线 成了张河 而北部燕山 由于山谷很长 可以设立层层关口 加上后面的大平原座布局 当时绝对是抵御北方游牧民族 还有辽河京的天选之敌 在北京建筑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便是河北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不过这地形看起来很好理解 但实际情况却很复杂 你能想到的地理特征 河北几乎都有 足足九种 而河北的复杂可不单单是地形 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 别的国家都是一家站着几个省 比如楚国清国弃国 而河北 除了战国七兄里的燕赵位 还有中山国和代国 并且燕和赵的两大国都也在河北 燕赵大帝就是这么来的 先说燕国 著名的五国伐旗 燕赵王一雪前池的故事就在这上 在乐意的辅助下 相对弱小的燕国几身七雄之猎 不过燕赵王死后 燕国也就没什么存在感染 直到赵国被冥 轮到燕国的时候 太子丹瑟瑟发了 直到扛不住 于是让荆轲去刺杀秦王 于是有了我们高中语文书上 荆轲刺秦王的著名颠故 还有这句 风潇潇溪水海岸 壮世一去西不复返的经典名言 而作为战国后期 唯一可以硬钢秦国的赵国 也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 赵国的最牛帝王赵武林王 通过胡胡骑射的军事改革 让赵国战斗力瞬间飙升 直接推掉了隔壁的中山国 还顺道灭了灵狐和楼反 包括我们从小就熟知的 唯唯旧赵 远碧归赵 赴金请罪 都是在赵国发生的 而这些故事的舞台中央 便是这两个城市 邯郸和邢台 而除了是赵国的都城外 还见证了两大帝王的身和死 赵武林王和秦始皇 俩儿都是身于邯郸 死于邢台 还有最帅帝王刘秀 在邢台起兵建立东汉帝国 历史上 唯一一个奴隶出身的皇帝石乐 也是从这起家统一中原的 而且一个是十朝古都 一个是五朝古都 足以证明这俩地 当时的地位有多高 在元朝之前 虽然历史舞台在关中和中原 但河北的经济和战略地位 完全不亚于它 亚洲五万岸路山起兵叛变 把开元盛世下的大方 给大家 宋朝因为没有烟于十六周 被惊艳在地上打 包括后来的朱棣起兵夺位 李自成攻占北京 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等等 都体现了河北的重要性 不过从元明清直到现在 河北的角色 便成为了经济重地 而河北的复杂之路 才刚刚开始 提起河北 河北人自己都很纳闷 人家有的省市一直被追赶 从未被超越 有的是一直在追赶 一直在超越 唯独河北 一直在追赶 却一直被超越 而且最让人不理解的是 河北可是包围着两大超级城市 北京和天津 就算辐射也应该把河北扶起来吧 你看又是津津记 又是环博海 交通方面 北京和天津的路 无论往哪通 也必然会路过河北 况且北京还把大量的工厂 都搬到了河北 但万万没有想到扶不动 其实河北自己也很难 但又无可奈何 因为河北的情况太复杂 我们接着看河北 到底经历了什么 是如何一步步走到现在的 河北作为经济重地 虽然从原明清就开始打辅助 但民国之前 大家起码都还是一家人 而北伐战争爆发后 由于国民政府迁到了南京 于是北京就降了一个级别 叫成了北平 北京就成了河北的一个直辖市 河北的省会 由宝地迁到了天津 不过仅仅过了五年 天津也自己玩的 说起河北的省会 也是又复杂又奇葩 到处乱跑 清朝设立的直立省 领导在大明府办事 之后搬到了保定府 而改成河北省之后 先是天津又到保定 抗战期间 省政府甚至跑去西安办公 解放后继续搬到天津 再回到保定 再到石家庄 然后就闻了 所以河北石家庄才是老大 虽然北京天津自己玩了 但河北还在继续搭辅助 不过作为经济重地 上面当然也会照顾河北 1952年撤掉查哈尔省 把查南查北划到了河北 1956年撤掉了热河省 大部分地区也划到了河北 河北美滋滋 但是 1958年 河北的通县 房山秘云 怀柔 大兴 平谷 顺严庆等都被划走了 不过作为补偿 把天津划回到河北 总算没那么难受呢 不过没几年 天津就又跑了 不仅如此 1973年还把季县 保底 57宁河也要走了 于是河北变成了如今的模样 你会不会很好奇 中江那罐地 为什么没人要 当时没人要 当然是看不上 人家别的地起码有水 这北三线啥都没有 不过现在这块飞地有多香 大家都知道 著名鼎鼎的 睡成燕焦 不知道多少北漂带过 反正我带过 如果这三个线再被划走 河北得哭云在厕所 别的不说 GDP又文文下降音频 这排名哪还像个大神啊 我们现在看之前的河北张啥样 再看现在的河北张啥样 当然即便成了这样 当时河北的发展依然跟得上 原因便是河北的资源 非常恐怖 煤炭 石油 天然气 还有各种矿 尤其是铁 全国第三的储量 和全国第一的产量 所以河北的工业在之前一点都不弱 我们再看河北的交通 路过北京或从北京出来的铁路 都得强行路过河北 公路也不 而右边渤海对外贸易非常方便 这三个港口都是我国北煤南运 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 所以河北的交通 无论对农业还是工业的发展 都起着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河北的GDP在2014年高居地低 人均GDP也在平均水平一升 不过也是从这一年开始 河北开启了归宿模式 看着别人一个个超越自己 而河北的发展一直到现在都使不上劲 当时导致河北发展停滞 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便是环境污染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钢铁生产国 而河北是我国最大的钢铁生产神 而钢铁产业对空气的污染非常严重 尤其有的企业还不做环保 熬夜加班生产 恶意竞争 大量的废弃在当时严重影响到人兽 环境治理迫在美间 当时雾霾最严重的时候 方圆10米之外根本看不见人 河北大部分地区吃的买比饭都多 所以在环境污染严重到 威胁人身安全的大背景下 国家公布了有史以来最严格的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而河北那肯定是重点管制对象 限制产能 低排放改造 集中置物 处理产能过剩 等等一系列措施陆续执行 而河北的空气质量和生态环境 肉眼可见的是一天比一天好 不过代价就是牺牲工业 而河北却极度依赖基础工业 命根子就是钢铁 所以经济受到了严重打击 这是河北经济停滞最直接的原因 但河北的难根本不是如此 又是沿海又是大平原 交通又发达 一个环境污染 就能把河北敲端腿 说不过去 所以除了工业被限制 我们看看还有哪些原因 导致河北这么难 又该如何改善 首先北京外溢给河北的资源并不少 除了之前把工厂弯到河北 我们还经常会看到各种金经济协同发展的规划 但外溢比起红锡稍微有点不太平衡 锡地 锡水 锡人 我们爱个说说 之前北京天津因为发展的需求 锡河北的地 这个避免不了 毕竟无论是工业还是人口都需要地方 河北难不难受我不知道 但被划走的人心里肯定是乐开了花 睡觉醒来自己成为首都人了 破房子一推成为有钱人了 而以后除了北三线这块地 岌岌可危 其他地儿是没啥希望了 而溢水是什么情况呢 以前整个华北平原都缺水 北京天津更缺 所以西河北的水避免不了 虽然河北也缺 但因照大地没关系 我们不可 不过缺水的问题 在2014年也已经大幅改善了 河北之后面临的主要还是西人的问题 河北的教育本来就是个大问题 全省只有一个211 还因为当时班省会给拉天津了 所以河北的考生非常卷 而能冲出来绝对都是动量之菜 好不容易出来谁愿意回去 在北京天津这样的大城市多想 除非混不下去 那就去济南或郑州吧 所以河北的教育跟河南一样 必须重视 不过翻了大量的河北省规划 除了河北工大和燕山大学的部分学科建设 其他还是比较龙头 不过还是有希望的 第二 在如今城市发展都是大大小的新格局下 河北并没有一个超级城市 我们看河北经济最强的城市唐山 第二产业的比重多夸张 这还是限制产能的情况 唐山的钢铁在全球的地级水头是第一名 一个沿海城市过于依赖资源并不是好事 当然唐山支援着全国大多地区的钢铁 可以说肩负着国家发展的重担 但既然沿海又有港口 大力发展港口经济 提前做好产业转型的规划是关键 所以曹飞电岸依然任重到远 而隔壁青黄岛一个依赖于旅游业的城市 我去过两次地方真的不错 但六月份游客0033 那会儿还没有疫情 最近几年我觉得更惨 所以秦皇岛的第三产业需要丰富起来 成德和张家口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 身处战略要底 而且本身也不适合发展 不过如今张家口的冰雪产业 成德的旅游业之后也会有不错的发展空间 而南边的城市更类似于河南 但有一点不同的是 河南可以承接长三角的大量工业 而河北玩的是高质量发展 你们聊的都是GDP 而我更关注PM2.5 现在的河北天也蓝了 地也绿了 水也清了 环境也好了 而经济也弱了 但无论怎样 强省会的战略还是得做 产业转型更需要做 其实本身单独说河北有点不公平 因为河北作业经济重地 有的时候身不由己 而无论从历史还是当下来看 北京天津也必须肩负河北崛起的重要责任 但更多的还是希望河北自身可以努力 尽快摆脱一些单一的产业结构 结合经济 雄安心区 找到自己的新方向 最后我们说一下河北的旅游业 虽然我们都认为 河北旅游业的发展有点差 和旁边河南山东比起来更是人员不弱 但拥有深厚底蕴的河北绝对有非常多值得来的地方 这里有天下第一关山海关 可以策马奔腾的坝上草原 五大革命圣地之一西白坡 四大名园之一避暑山庄 北方江南白杨殿 市外桃源也山坡 挖皇宫 青东林青西林 美丽的北戴河等等等等 如此复杂的河北 不知道你看完后会不会对它有所了解 但如此重要的河北 我相信它终究不会一直成绩 如今的河北经济 对于河北这样的大省来讲已经触底了 转型后的爆发是否会一米惊人 咱们一起共同期待 感谢看到最后 你的关注和支持是我创作最大的 谢谢